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库布扬斯克方向最新的一个情况 俄罗西部军区在库布扬斯克方向的军事行动出动了陆军航空兵以及火炮 在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的新沃·索洛夫斯科耶定居点 格里亚尼科夫击败了乌军的进攻 当天摧毁90名乌军,一辆坦克,6辆汽车 这是俄军在斯法托利曼方向作战的画面 在红利曼方向来自中央集团军群的空袭以及火炮 击中了顿杰斯克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亚姆·布利夫卡 以及卢干斯克境内的库兹·米诺定居点附近的乌军 在红利曼方向击毙乌军150人 两辆不战车,五辆装甲车,一门多关火箭炮 南部集团军的空袭以及火炮积极行动 击毙490名乌军,一辆坦克,三辆不战车 四辆皮卡,九辆汽车,两门MSTA-B榴弹炮,三门D-30榴弹炮,一门D-20火炮 一套美制M777火炮系统 在南部扎不战方向 东部集团军的作战和战术空军还出动了火炮 在顿尼斯克诺沃波里附近对乌军在扎不战地区进行了炮击 白天击毙约80名乌军,一辆坦克,两辆装甲车,三辆皮卡,两门D-20榴弹炮 这实际上就是在顿尼斯克境内,靠近扎不战方向 另外在扎不战方向还摧毁一套M777火炮系统,一门D-30榴弹炮 在赫尔松方向,俄军今天击毙约70名乌军,20辆汽车 那么俄军出动了陆军航空兵导弹部队 在顿尼斯克人民共国的德鲁日科夫卡定义点 乌军的一套S-300防护系统被俄军摧毁 俄空兵军战斗机在顿尼斯克人民共国的苏沃洛沃和 推驾乌克兰的无人机在哈尔科夫,顿尼斯克,卢干斯克被俄军击落 这是今天在哈尔科夫前线最新的一个情况 另外俄罗斯方面也公开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向顿巴斯进行大规模军事集结的画面 那画面中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清楚 俄武装部队向顿巴斯地区大规模集结军事装备 这个地点是在远东 比尔姆地区 这个比尔姆军事集结的车辆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有BRDM-2,MT-LB,BTR-80,波摩坡1 以及皮卡军事拖车 还有一些小巴 那这些装备都是运往顿巴斯的 还有可能会运往哈尔科夫前线 比尔姆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红点啊,在这个位置 比尔姆 他呢,下一步到喀山 然后从喀山呢,向莫斯科 从莫斯科南下,哈尔科夫 那俄军的这次军事行动呢 主要是为了回应乌军啊 现在俄罗斯军事情报啊 军事情报现在获得呢 也就是总参部啊,军事情报总局获得的 乌军的情报显示呢 乌军正在从巴赫木特撤军 另外呢,也在从库比尔斯科方向撤离 从库比尔斯科方向撤离呢 大家可以看啊,这是库比尔斯科当地的啊 贴出这个撤离的告示 撤离的时间早9点到20点啊 有公交车,在特定地区接库比尔斯科当地居民撤离 另外在巴赫木特方向呢 实际上已经啊,开始撤离 那么撤离以后的乌军呢 前往什么方向呢 根据俄总参部军事情报局获得的消息呢 巴赫木特撤离的乌军呢 前往扎布尔方向集结 目前呢,在扎布尔方向已经集结有大约3000人 都是从巴赫木特撤离下来的 那这些撤离下来的士兵呢 在扎布尔地区呢 接受25天的英军训练 在扎布尔地区 那过去三天啊 有3000人从巴赫木特已经开始撤离到扎布尔方向 那撤离到扎布尔方向呢 主要就是要在扎布尔方向集结啊 发动春季攻势 总参部军事情报总局的情报显示呢 在三月底乌军将发动春季攻势 三月底 那现在呢,实际上俄军也在准备啊 也在向顿巴斯,哈尔科夫前线也在增并 那现在抵达乌克兰的这个报式坦克啊 最新的画面也公开了 这个报式坦克呢 是在扎布尔方向啊 陷进泥潭 大家可以看 现在德国的坦克和二战时候很像啊 就是一进入乌克兰这个动土地带啊 进入乌克兰的这个战场就容易陷进泥潭 二战时期德国那个虎式坦克啊 包括德国的这个转车车啊 大量的,大家从二战的影片也可以看 大量的陷进乌克兰这个黑土地 特别是在扎布尔这个大平原 那很快就会土质松动啊 特别是天气暖和啊 那么这个报式坦克啊 它是60多吨啊 有的接近70吨 所以呢 在乌克兰这个松软的土地上 行进啊 很容易就被陷进这个 当地的沼泽啊 所以呢 现在乌军呢 在三位底之前发动攻势啊 那三位底呢 正好也是报式坦克集中交付的时间啊 所以未来的一段时间啊 德国以及乌克兰呢 都将对报式坦克在乌克兰战场 这个生存能力 特别适应能力啊 进行各种的这个测试啊 你包括这次视频也就是在扎布尔地区 测试报式坦克啊 那通过性啊 这个扎布尔地区呢 实际上它是平原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乌军呢 想用报式坦克大触摸的冲击俄军阵地啊 不太现实啊 因为在野外很容易就被 当地的松软的土地啊 就陷进去啊 很难进行这种机动啊 所以它这个通过性有问题 发尔是什么呢 发尔是俄罗斯那种特三四 那种小型轻型坦克 在乌克兰战场 反而呢 它通过性更好啊 这就是实际上呢 你要根据乌克兰当地的地形 当地的这个特点 你再去部署坦克 你像这种非常沉啊 非常重的这种型坦克 你部署在乌克兰这个土地上 你的冬季还可以 要夏季春季 很容易就陷进你泥坦 所以当时 俄军的这个特三四坦克 它小巧啊 通过性非常好 也是有原因的啊 因为它主要的战场 就是在乌克兰的大平原 东欧大平原上 所以这也是苏联的啊 军事理念啊 和德国的军事理念 不同的地方 就是双方的 那个战场环境不同 德国的坦克主要是应对西欧 那已经 已经硬化的那种高速公路 那种地形 而到乌克兰的东欧大平原 基本上都是 像这种松软的泥土 那这种这么沉的几十吨的坦克 它通过性就非常差 另外呢 另外呢 今天呢 乌克兰方面呢 也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 就乌克兰的出现了 丑闻 从中国啊 乌克兰国防部 从中国采购的水平 这就是水壶吧 2022年3月 乌克兰国防部啊 采购的水平 多付了十倍的钱 那根据基辅 招标文件显示呢 乌克兰武装部队 从中国采购水壶 每个价格呢 是7.9美元 采购了10万个 那么 实际的价格呢 从中国发货的价格是 59美分 所以这笔交易呢 给乌军造成了70万美元的 财政预算的这个 损失 乌克兰的媒体也报道 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 2020年7月 开始对此案 立案调查 最后那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 列兹尼科夫 实际上还是啊 重新回到了 国防部长那个职位 所以呢 现在乌克兰国内啊 这军事采购这个丑闻 对这些高官没有任何影响 今天呢 扎布洛地区呢 也重新啊 签署了文件 扎布洛地区 正式呢 将梅利托布尔 列为这个扎布洛地区的首府 这是现场签署文件啊 那梅利托布尔呢 过去实际上并不是扎布洛首府啊 扎布洛首府是扎布洛市 那么现在呢 将梅利托布尔啊 列为他首府 很有可能与未来啊 在扎布洛方向啊 俄军的这个反攻有关 很有可能要解放扎布洛 那在宪法啊 整个扎布洛地区这个宪法框架内 现在梅利托布尔呢 是他的首都啊 那未来呢 如果解放了扎布洛 那就要恢复整个的扎布洛地区的宪法边界 那也就是说要准备进攻扎布洛 另外也确认了安赫德 那哥达尔市 他的宪法地位 那所以呢 俄军并没有放弃啊 哥达尔扎布洛核电站 也没有放弃梅利托布尔 所以呢 现在来看呢 俄军未来在扎布洛方向的进攻啊 主攻方向就是扎布洛市 那除了在乌克兰方向以外呢 前段时间给大家介绍 在远东地区啊 俄罗斯呢 逮捕了西方的间谍啊 那么今天呢 俄罗斯的军事情报总局 也公布了画面啊 在哈巴罗斯克 在哈巴罗斯克 在这儿 那逮捕了一名乌军的间谍 这名乌军的间谍呢 为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工作 传输俄罗斯关于哈巴罗斯克地区 物理信息 就一些据点啊 一些这个军事装备啊 一些详细的位置信息 传送给乌军 那除了哈巴以外呢 在海参版啊 俄军呢 也逮捕了大量的这个 包括日本啊 乌克兰的一些间谍 现在呢 日本联合着乌军 在整个远东地区 加大了这个 侦查力度啊 现在俄罗斯方面也判断 很有可能未来会在远东地区 日本和乌军呢 会联合行动 针对远东地区 发动攻击 这都不能排除 你可以看在哈巴罗斯克地区 现在也加大了侦查力度 从这个嫌疑人交代的情况来看呢 乌克兰方面啊 这个军事情报总局 在整个远东地区啊 实际上呢 也扩大了侦查的范围 包括很多的这情报搜集 包括对贡清城啊 也就是对这个苏57啊 苏35S生产基地 相关的位置的侦查 情报的搜集 很有可能未来啊 真的就是在日本海方向啊 使用这个无人机 攻击 攻击贡清城 攻击 海深板 包括哈巴罗斯克 我还是提醒在远东的一些华人啊 在实际上俄罗斯远东 也有些华人啊 也要注意远离这些军事设施 远离啊 这些大城市的能源 能源设施 那除此以外呢 美国方面呢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啊 柯比 他呢 今天呢 首次证实啊 中国呢 向乌克兰提供了无人机 那实际上之前呢 在 克里米亚啊 被击落的中国的舆论无人机 这个备件实际上就已经公开了 那美国表示啊 我们希望中国加入啊 世界其他国家谴责 这次入侵 不要帮助俄罗斯 事实上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采取措施 帮助乌克兰进行自卫 那么也就是说 美国方面证实了啊 中国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 这个中国媒体是没有报道的啊 你只有看我的频道 你才能看到一些真相啊 云伦无人机啊 在中国媒体上 你根本搜不到云伦无人机 中国也不会报道的 那么现在美国的白宫发言人啊 包括国务院发言人都证实了 中国向乌克兰提供云伦无人机 也证实了我的情报的准确 那么这个云伦无人机呢 当时我说过啊 中国一方面向乌克兰提供这个民用的啊 云伦无人机 未来也很有可能向俄罗斯也提供无人机 那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呢 来掌控俄欧战场这个节奏 你美国也无法制裁过中国 对吧 我向乌克兰也提供无人机 这是一种技巧 大家知道乌克兰 它这个云伦无人机 是经过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啊 进行改装的 你说美国用它的现代技术 对中国的云伦无人机进行来改装 但是你发现没有 云伦无人机从来没有造成俄罗斯 真正的它的这个军事装备啊 包括能源技术设施的这个重大的伤亡 也就是说俄军能够有效应对云伦无人机的袭击 所以这一点也是 我觉得乌克兰方面也看到了 就是这个云伦无人机 虽然中国提供给了它 而且呢 进行生育 但很难对俄罗斯的腹地造成威胁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现在呢 很有可能利用这个云伦无人机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 提供装备 同样也向俄罗斯提供了云伦无人机相关的一些技术特点 能够有效的防范云伦无人机 这你可以看啊 有的时候你不向对方提供无人机 反而容易被对方抓住把柄 制裁你 你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以后呢 也向俄罗斯提供云伦无人机的缺点 它的一些罩门 你反而呢 这个无人机很容易就被击落 而且消耗了乌军 为什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美元呢 美国把这个乌克兰把这个美元又给了中国 中国把无人机给了乌克兰 又把无人机的一些情况呢 汇报给俄罗斯 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很容易就击落了云伦无人机 那你可以看这是个循环啊 那最后这个无人机消耗掉以后呢 消耗的是美元 而且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呢 能够有效应对这个无人机 所以我说过 有的时候你不向乌克兰出口无人机 反而不利 你向乌克兰出口无人机 你反而呢 能够有效的牵制美国 牵制乌克兰 另外也可以消耗美国 你不有的是美元吗 那你就消耗它的美元就可以了 那这是美国方面首次证实啊 中国这个云轮无人机啊 参与俄乌战争 和我之前呢 给大家介绍的情况也是完全一致 这是今天的整个俄乌战场啊 最新的一个情况 从整体来看呢 乌军发动扎布勒 春季攻势啊 就在三月底 顿涅斯克啊 顿巴斯地区的乌军已经开始向扎布勒地区集结 我也会持续关注啊 乌军的春季攻势啊 三月底就会发生最大规模的乌军的反攻 很有可能和去年的这个哈尔科夫战役很像啊 但是俄军呢 也会有行动啊 我也会持续关注 后续呢 有更多的消息呢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